春夏交替正是动物们求偶的季节 动物们的浪漫季也随之而来 5月2日 来自济南动物园和天津动物园的一对白甲长臂园新人 圆圆和旺旺 在济南动物园内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日 记者在济南动物园长臂园区看到 工作人员正仔细地装点着这对特殊新人的婚房 红色的喜字 彩色的拉花 经过工作人员的精心布置 圆圆和旺旺的龙舍变得喜气十足 工作人员在龙舍外忙得不一乐乎 而在龙舍内的新娘旺旺 却懒洋洋地等待着新郎圆圆的到来 济南动物园长臂园保卫园田明亮告诉记者 两只白甲长臂园经过一个多月的格隆适应 感情已非常融洽 今天婚礼的主角呢 是来自我们济南动物园的旺旺 和来自天津动物园的圆圆 今年三月费 新娘和新娘呢 刚刚开始见面 开始进行相亲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呢 我们发现他们两个相互之间感情还是不错的 他们会隔着龙舍进行 进行非常悠长的和平 同时呢 他们也会隔着龙舍 做出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 比如说树立一下毛发 抓一些虫子之类的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将会正式生活在一起 希望他们两位能够早生归缘 为我们的白甲长臂园种群呢 壮大力量 上午时时 工作人员打开龙舍铁门 圆圆与旺旺旺正式合拢 有黑帅气的新郎圆圆 一走进龙舍 便吸引了新娘旺旺的注意 她直接爬到了圆圆身边 表示爱意 无论圆圆爬到哪里 旺旺总会紧跟其后 天明亮说 白甲长臂园一旦配对成功 会终生保持伴侣关系 白甲长臂园呢 对爱情的态度比较专一 一旦配对成功后 他们会终生保持伴侣关系 雌性长臂园呢 占据主导地位 他会主动向雄性进行求偶 如果他那个 他看得上 如果他对他的老公比较满意的话 雄性长臂园呢 一般来说 他处于比较落实的地位 多数情况下 他会躲着雌性长臂园 只有在求偶的时候呢 他们两只园 才会比较亲密地进行接触 由于远远与汪汪的这场特殊婚礼 在五一期间举行 众多游客成为了 两位新人爱情的见证者 随着工作人员开始分发喜堂 将现场气氛带入最高潮 游客们纷纷凑上前领取喜堂 感受着别样的婚礼现场 这样活的结婚还挺喜气的 感觉也特别有创意 也是旅游一个特色吧 就是感觉挺新鲜的 带着孩子反正嫁起来玩也玩 也感觉挺开心的 据悉 白家长臂园是中国老窝 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 由于该物种数量稀少 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